你 你在这儿等着吧 是 少帅 欢迎你 委员长正在办公室等您 请 蔡富官有劳了 阿强胆子太大了 竟敢把若思弄进日本人的陷阱里 你去把他给我抓回来 掌门 少掌门 诶 语叔 阿强的事我听说了 这个白泪真是死有一辜 我刚刚带着弟兄们去找他 反了一步 跑了 是 不过师妹你放心 我把人都撒出去了 这小子他跑不了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师妹啊 虽然我之前 劝你跟日本人合作 但那确实是因为 怕咱们丹青会受到牵连 后来经你这么一提醒 我想想也确实不妥 你可千万不要接怀啊 师兄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对丹青会的忠心 人人皆知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谢谢师妹 呃 那要是没别的事 我先忙去了 你去吧 你说 哎 你们坐啊 啊 这个阿强我了解 阿强勾结日本人 骗取中秋帖 还有海洛斯 我觉得这里面 肯定是处有因 而且有巨大的阴谋 这个人必须尽快找到 小月 你带人去查一下阿强的事 别让于总管知道 明白 来 来 买定离手 抓紧啊 抓紧啊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来 压大 压大 抓紧 抓紧啊 听我的 全压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是告诉你 任弘异逃跑了 什么任弘异逃跑了 哎 你知不知道 你们坏我大事吗 我告诉你们 我要知道你们这么废物 还不如亲手把他弄死得了 任弘异现在已经逃到 扑口火车站了 我就是在提醒 趁他的通缉令失效之前 你必须把他抓回 这 我给他抓回来 哎 你说得好轻巧啊 任弘异那么好抓的吗 你不要忘了 你和你父亲图谋 南切文物的证据 还在我们的手里 哎 哎 哎 我玉佩 赵哥 我太喜欢这块玉了 你看人家名字里 还有一个玉子 不如你就把它送给我当礼物 好吗 每人配每玉 天经地义 谢了 不如进去 站住 都不如进去 马院长 我是代表中正会 和最高法院联合办案 这位是最高法院的孔法官 我是来逮捕任弘异的 精明把他交出来 这是逮捕令我 赵光夕啊 任队长在日本人的手里 受尽了折磨 关键时刻他力挽狂澜 保住了文物 你不要栽赃构陷 迫害英雄 任弘异是英雄 还是汉精 我们一查便知 你们这么抗拒调查 是不是有点做贼心虚啊 赵光夕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把他们狗轰出去 推啊 推啊 孔法官 您看看 他们就是这样 照着自己有枪 肆无忌惮 把国家法律放在什么地方 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我姓孔的 这是第一次被人用枪指着 神抗法啊你们 国家法律掌握在你这个人手里 简直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你 孔法官 任队长为了保护文物 九死一生 忠心试胆 有目共睹 请问 他何罪之有啊 哼 何罪之有 我问你 中秋帖哪儿去了 哑巴啦 我告诉你们 任弘毅勾结日本人 上演苦肉计 骗走了中秋帖 你们都上了他的当 行 今天你们让我把任弘毅 带走也就罢了 不然的话 谁也脱不了干系 赵光夕 落在本田手里的中秋帖 是假的 这是任弘毅设了一个计 我跟马院长都可以作证 嗯 当时 是弘毅请求郭宝昌先生 到故宫献上假帖 任公 你让我把中秋帖献给故宫 你 你这 国兄 你听弘毅把话说完 国父 因为中秋帖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日本人拿不到保铁 绝对不会删把甘休 铁子在您手上 怕会引来杀身大祸 所以这铁您献 也得献 无献也得献 任公 我拿你当好朋友 让你一睹中秋帖的真迹 可你 你 国兄 你误会了 伯父 我只想 您把这副甲铁 献给伍伯 红毅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定下宜兵之计 让一心想得到中秋帖的 本田喜多 投鼠忌器 不敢贸然诈回专利 事实也证明 这个甲的中秋帖 的确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现在 甲铁的使命完成了 这件事 也可以大白于天下 你们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呀 任弘毅 还是要接受调查的 关于 用甲铁牵制日本人 保护文物专列的来龙去脉 我已经写下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呈送到了行政院 你们要是不相信 可以到行政院去调院 一看便知 好 调查报告 要查阅 人 你要带走 若是任弘毅问心无愧的话 为何要抗拒调查呢 工法官 门队长肩负保护文物专列的重任 你把他抓去调查了 一旦文物出了危险 谁能负责 我负责呀 负责个屁 赵光夕 你把日本特务带上车 害死我三个兄弟 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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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鱼飞呢 鱼飞 你管得着 我什么时候想带就带 吴鱼飞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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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谁啊 蔡副官 您怎么来了 盟院长 不好意思 我来迟了 在下蔡敬俊 奉命前来 宣读军事委员会的加级令 好 蔡副官 那就请您宣读吧 任鸿毅 乃国家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最高法院 检查处 被其通敌叛国的罪名指控 缺少事实依据 需立刻停止一切调查 文物难迁的工作 仍继续由任鸿毅全权负责 护罪名指控 公法官 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就请他 好 是是是 还不快走 快快走 走 太感谢了 客气了 蔡副官 请代我向军委会转达谢意 你的转达我一定送到 你还要谢谢少帅 少帅的恩情 我一定当面去写 进来吧 出什么事的 中秋天送走了吗 飞机一个小时前就起飞了 糟了 怎么了 我可以发言吗 那副中秋天是假的 中秋天又是假的 郭宝昌给故宫献铁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任弘毅给你设了一个局 他故意把这假的中秋天放到砖列上 为的就是让你投鼠忌器 不敢轻易地炸掉列车 好了 现在 周团到了谱口 那铁没用了 他目的也达到了 本天先生 恐怕 你是让任弘也给当猴耍了 还要是让你投鼠忌器 还有我知道的 你们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故宫南清文物的安置地 曾经有过几个备选方案 既然南京那边的仓库不行 我们认为 在目前的局势和条件下 把文物暂时存放在上海的法租界最为安全 但是 中正会不同意 这事确实是难办哪 黄秘书 要是能在南京城内找一个合适的存放地 那就再好不过了 黄秘书 我们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的 这件事还请你大力援手 我还真想到一地儿 在陵园的下面建了一个运动场 运动员宿舍呢 是钢筋杨辉建的 全国运动会呢到十月份才开 连现在还有大半年呢 我觉得文物暂且放到那儿 二位觉得怎么样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件事需要谁的首肯呢 那里归陵阳委员会管理 需要跟林森主席商量 还有个地方可以考虑考虑 黄埔路中央医院有个新建筑完成 我觉得可以在那边争取一下房子 但是要跟卫生署商量 都得求人哪 我倒想到一个人 许施权在故宫博物院跟我共过室 听说现在是卫生署数务科长 那我去找他看看 那你们先聊 我先去找 老兄 没闲到 你会来唱我 来 喝茶 你老弟高升了 不过你确实还没忘记我呀 老兄 你一定有事有求于我 尽管说吧 我这确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有要事相求 故宫文物南迁呢 第一批文物已经运达扑口 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存放地 这我也有所耳闻 我听说 那个中央医院有刚建成的新房子 我们想借用一些 不知可否啊 最近呢 是有一片空地盖了几套房子 但是呢 还没人住进去 可是要想租借啊 老兄 我还真做不了主啊 我们只是暂时的借用 等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我们立刻就搬 时间不会太长的 那我到医院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有劳了 老兄 稍等 我在此静候加印 江南的雨虽然不大 但是一下起来 就没完没了 文物车厢 一旦录就麻烦了 朱军那儿应该还有油布 我去借一些 把整个车厢照起来就没问题了 好 事不宜迟 你转进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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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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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 怎么样 我问过了 那盖好的几座房子呀 暂时还不能借给故宫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请老兄你谅解 恩物尘可贵 生命价更高嘛 老兄 在我的心目中 文物是我们民族的生命 请老兄多多谅解 阿宝 我非常理解 我再去别处想想办法吧 谢谢 老兄 谢谢 本天喜多 天皇陛下拿到你敬仙的中秋天后 原本很高兴 甚至邀请了很多帝国的专家来欣赏 结果呢 专家却鉴定此体为伪座 别蠢 这副中秋天是赢品 这次的愚蠢 让本天下 上最后的 甭秀 才是真正的赢家 本天 我再重申一遍 你必须完成 阻止故宫文物南迁的任务 否则 你就拿着刀 把自己的肚皮切开吧 那边都放紧了啊 放紧 那边 那边 快点 这边 放紧 放紧 都不稳了 快 往这边拉 少佐 任洪一江车站防范的水都泼不进 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 那赢家父子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赵立夫 正在敦促中正会做决议 想让文物转运西安 但是 马衡却一直反对 对了 宋子文还在上海 看来我们要帮他们 把这出戏搞得再热闹些 少佐的意思是 强功不成 那就知局 中国有句古话 三人城河中口射金 我们要用舆论的力量 制造任洪一 是罕奸的事实 逼他交出车站的指挥权 为我们完成任务 掃清障碍 然后 炸火文武转令 我一定要在扑克和任洪一 做一个了断 少佐 恕我直言 当初您就不该把任洪一 牵扯到文物南迁的任务中了 您这样 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托住任洪一 不让他去广州组建 金鞋化部队 是本庄樊将军的命 还有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明白吗 马上坐飞机回北平 从任一盒下手 是 我今天去看了一处朋友介绍的私宅 怎么样 不理想 门窗不严 倒好修理 关键是 墙面和地面都很潮湿 根本就不适合存放文物 老天爷也不帮忙 下了一天的雨 南方的房子 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 到了梅雨季节 它就更严重了 看来 只能去见林森主席了 我给他的秘书打个电话 请他帮我们代为约见 好 小金啊 周委员 我还以为你不在北平 坐坐坐 周委员 我刚从浦口回来 哦 哎 有我女儿的消息吗 若四小姐安然无恙 您不必担心 这孩子太不懂事 出去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 报个平安 哎 文物安置好了吗 文物的安置地点 各方面还在僵持之中 我就说吧 文物不能离开北平 你看 一列车的宝物啊 没地方安置 岂有此理 周委员 故宫剩下的文物 还在准备外迁吗 每天打包装箱 这可不行 得想个办法阻止他们呀 怎么阻止啊 第一批已经运出北平 第二批更难留下了 周委员 人仪和最近是不是很忙 忙 马恒不在就看他了 哎 你问他干什么呀 马恒不在北平 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呀 周委员 这个时候 如果把人仪和搬到 第二批文物装箱的工作 就会立刻停止 还能让前方的人红毅下台 您也可以借此机会 重返故宫啊 连轩 院长 啊 院长 什么事啊 任院长 刚才国子剑那边打电话 主要把那边的石骨 送到故宫来 自从咱们提出文物难迁以后啊 像什么 文物陈列所啊 颐和园 国子剑 这些文物比较集中的单位啊 也纷纷提出 要将他们的重要文物外迁 这政府都同意了 咱们现在压力已经够大了 像石骨那样的大家伙 怎么运呢 这件事情 马院长临走之前也跟我说过 像国子剑他们 迁移文物有困难 无论是在经济上 还是技术上呢 都有困难 所以只好由咱们呢 帮忙带钱 可石骨又大又重 这运输 装箱 存放 都不好弄 比起一般文物来 难度太大了 你可别小看这些石骨啊 那上面文字的发现 田部落国文字发展史上 缺失的一环 石骨文 我跟你说啊 有非常高的书法价值 可以说是 书法的鼻祖 你说 这么重要的宝贝 咱们就是再有困难 也得想办法 把他牵出去 这个任一和 平时清高惯了 想抓他的把柄 没那么容易 有把柄的好抓 没把柄的 咱们可以给他造一个吗 接下来 还请周委员 配合我 当初和袁炳章联手 您可以选择不出名 但对付任一和可不一样 您和他撕破裂 就会加速若思小姐 和任洪一分手 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郑重您的下怀 你想做什么呢 林主席 坐吧 林主席 这么早来打扰您 实属无奈 请主席海涵呢 小黄跟我说过了 你们有什么事啊 故宫的那些文物 搁在浦口火车站 实在是危险 雨这么下下去 文物难免有损毁之余 急需找个地方安顿才是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事呢 地方还没有筹备到 竟贸然签来这么多文物 故宫的文物 那可都是国宝啊 不是我们没有筹备好 是上面批给我们的地方不合适 所以我们想把文物 签到上海法租界的 天主教堂的库房 但是赵主席不同意 执意要把文物签往西安 您是国府主席又主持中正会 所以我跟马院长 就只有钱来打扰您了 故宫国宝签到西安来 本来就有些不同 所以我提醒委员们 一定要慎重 严主席 我们想先找个地方 把文物安放下来 假以时 如果能找到一个 合适的仓库 当然是最好 这倒是个办法 我听黄秘书说 新建的体育场那边 有房屋控制 能否先借一些用用 这个小黄 就会出馊主意 体育场那是被全国运动会修建的 怎么可以挪作他用呢 运动会要到大半年以后才举行吧 我们只是暂戒一下 缓解一下燃眉之急吗 说得轻巧 请神容易 送神难 进来了 再搬出去 就难了 严主席 我 严主席 运动会呢 是国家大事 到时候不搬 主席您颁布命令 他们有谁敢违抗 这事也不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就是借给你们用 也要等委员们开会来决定 我现在不能答复你们 不过 这国宝文物 确实需要一个地方 妥善保管 一直在借这个地方 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啊 主席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等送院长回来 让行政院拿出个方案吧 两位先生慢走啊 皮球踢过来踢过去 现在又踢回来了 也不知道宋院长 什么时候能回南京 是啊 真希望他能早点回来做决断 我在南京也不能久待 故宫那边工作繁忙 只有颐和兄一人之称 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特大新闻 故宫副院长任一和复合 勾携日本人 派报我们卖报了 是因为贪污下台的 怎么又来个同题的 你看看吧 这可是特大新闻啊 怎么可能是 你看这报纸上 还有日本人和任一和的何以华 大脑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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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ights 大哥 醒过 埃扁 大脑外界 大脑外界 我找到了 小兵 小兵 由于于于于于去 sociedade 害大脑内 对 Court 努力 这的大脑外界 你cedes 您看看 不是 这 这是污蔑吗 这 不是 这 照片哪儿来的 这整篇文章都是胡说八道 照片也是伪造的 我根本就没见过本田喜多梦 林院长 外面又有人来游行了 也没让您出去 我去看看 不行 您不能去啊 那些人都很激动 不会听您解释的 况且 这照片还印在报纸上 除非查出报纸是作假 不是 武则 您解释不清楚 您现在出去就是火上浇油 可是 林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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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人哪 林院长 快点人帮忙 再 perspectives 长柜的 车已经安排好了 喂 什么 长柜的 如院长突发心脏病 送医院抢救去了 啊 哎呀 先是义院长 现在轮到我了 快别说了吧 医生说了 您不能太激动啊 哼 这不光是针对我的 也是针对故宫啊 甚至针对你弟弟的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郑秋啊 你在咱们家是大拿 可是政治上的事啊 你不懂 我 红衣又不在家 你怎么查呀 哎 您就别管了 总之啊 您现在主要任务 就是把身体休养好 其他的都别想 你不知道 刚才接到电话 我都快吓死了 我没事 我住院的事情 不要告诉红衣啊 我知道 她在外面已经 够难的了 你放心吧 来 把手放进去 冷不冷啊 看来这个金花玉 还真有两下子 威胁你的 就是这个女人吗 嗯 不过她这手倒是玩得漂亮 这回 人家父子算是玩完了 回头 我让全国各大报纸 都转载这篇文章 光兔木星子 就能淹死到任弘毅 我就不信了 这次军方还能保他 任弘毅必须除掉 但是潘小燕和郑辉 一定要尽快抓到 我拿不到他们手上的录音带 寝室难寒 放心吧 我已经在南京各大车站 港口 还有交通要道 都安排人盯着了 只要他们出现 插池难逃 周伍员 您找我 小鱼啊 文物装箱的工作 停下来 为什么 你现在看看社会舆论 都在骂我们故宫 可行事这么紧张 咱们加班加点 都不一定装得完呢 第一批南迁文物 到现在都没有安置的地方 今后怎么样 谁也说不好 稳妥起见 暂停装箱 这事 我得请示下任院长 马院长走的时候 吩咐过装箱工作 听任院长的 这次风波闹这么大 就是因为任一合 哼 他表面清高 背地里 却和日本人关系密切 你请示他 跟直接告诉日本人 有什么区别 但南迁行动 是国府批准的 哪能说停就停啊 再说任院长说 他根本不认识 那个日本人 照片都登出来了 还能有假吗 过去大家不知道 也就罢了 现在报纸都报到了 小鱼啊 如果文物真的出了事 你能担这个责任吗 行了 不管任一合 是否通敌 最稳妥的办法 都是先停一停 等马院长回来再说 好吧 郑同志 我爸是冤枉的 你要相信我 郑秋 报纸上的这张照片 对任院长很不利啊 报纸我也看了 现在舆论全都是一边倒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 太刺激人了 这张照片是假的 我爸从来就没跟本田见过面 我完全相信 可是 可是咱们都有证据啊 证明这张照片是假的 要不然很难说服大众 现在暂时 真的找不出证据来 但是我觉得 他们这么做 肯定也是为了针对我弟 现在文物专列 就停在浦口 看来是有人不希望我们留在南京 马院长在南京 周勋达 已经让故宫停止装箱了 周勋达这个人问题不小 我想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接任院长 进一步 对红义施压 他们最终 是想阻止文物南京的行动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得尽快查明真相 一来 帮我爸洗脱冤屈 二来 也缓解一下红义的压力 不能让敌人的轨迹得逞 既然这张照片是假的 那咱们就从这张照片查起 我看了 若思 今天报纸你看了没有 没有啊 怎么了 是北平顺天时报先报道的 南京好几家报社都跟着转载了 这上面都是不识之词 是啊 捕风捉影 叙叙实实 可这照片对任院长非常不利 你离这么近看干嘛啊 我在看本田送的是哪幅画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看画啊 你这关注点不对啊 任老师现在怎么样了 这照片一出来 不管内情究竟如何 任老师都是百口莫辩 马叔叔 吴叔叔 我知道 你们是看到报纸之后 才赶回来的吧 是啊 本来 我们俩还想在南京多待两天 一边等宋院长 一边找仓库 可是现在北平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得赶紧赶回去啊 仓库暂时找不到 眼下最重要的 是恩物专列的安全 其实这事呢 全都是本田搞的伎俩 目的是为了搞我 但连累了我父亲 文艺 此时此刻 我和你一样牵挂一和兄 但是我相信 即便一和兄被牵连 他也会为你骄傲的 马叔叔 吴叔叔 你们知道 我爸这人一辈子清高 他身体不好 这么大的风波下 不知道能不能扛过来 队长 少帅来电 少帅怎么说 军部对少帅施压 要求调查 我们父子跟本田的关系 少帅先敷衍过去了 发电报 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当务之急 还是先把文物安顿好 宋院长什么时候回来 好 黄秘书说了 宋院长在上海公务缠身 归期难定 这报纸就是胡说八道 我二代被评 我打的这个姓金的 连他妈都不认识他 南京那边的报纸 现在到处都在转载 你打得过来吗 妈 我有点担心老师和郑秋 我去打个电话 这少长们对任小姐 真是一网轻身哪 啊 师妹这事儿 你怎么看 任一和 是真正的学者 一生情高 肯定是汉奸跟日本人 串起火来陷害人家 目的 就是整垮任弘毅 别开日本人咱不说啊 就说这政府里的官员 都贪成什么样了 与其把文物交到 这帮助冲手里 我看还不如放在 咱们丹青会呢 你是不是被丽儿说动了 不准备动这批文物了 伯母 故宫的文物 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宝贝 咱们也有义务 把这些宝贝 流传给我们的后人 所以 不管您有多恨现在的 政府多恨那些贪官 日本人 才是咱们共同的敌人 请您能够以大局为重 尽快帮我们修路 让专列开通 让故宫那些文物 能够安全抵达南京 哦 那个 阿强的事有消息了吗 好 这些兄们四处在找他 师妹放心 肯定能把这小子给抓回来 这位先生 你今天手气实在是太好了 我呀 真想赔你这一局 可惜我筹码不够啊 如果真的想凑个热闹 可以用你怀里的那只金锹做注啊 我就不信了 你一晚上能抓三次四条 好 请你亮牌吧 大哥 咱们来扑口有些日子了 怎么一点动作都没有 是啊大哥 这个罗掌门打什么主意啊 现在的掌门已经变了 我看那批文物啊 他是不准备要的 那咱们之前准备了这么久 岂不是白毛了 这盗嘴的肥肉不吃 真不知道这个罗掌门 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受了那个新掌门 和他未来儿媳妇的蛊惑 想用金盆洗手 一提这新掌门我就不服气 罗掌门凭什么把掌门之位 传给他呀 是啊 这周若思他有什么能力啊 咱大哥这么多年 为了咱丹青慧鞠躬尽瘁 尽心尽力 罗掌门这样做 对不起咱大哥 丹青慧虽说是罗掌门祖上所创 但国家还有改朝换代的时候 何况咱们小小的丹青慧 大哥 大哥 以您现在的能力 完全有能力 血而代之啊 大哥 兄弟们能拥戴您 就别犹豫了 是 有些人 我们的室内 我们的室内 什么 赵 我们的室内 梁主编 我姓韩 是任一和的律师 任一和打算控告 顺天时报社诽谤罪 我是代表任一和 来贵舍取证的 你说什么 这个任一和 他勾结日寇 行贿受贿 反过来他还要告我 请问贵舍 对此有何证据呢 我有照片为据 那请问 报纸上登载的照片 贵报又从何而来呢 那是县人给我提供的 梁主编 我想找到这个县人 出庭作证 请林告诉我 如何能找到这个县人 这个不可以 我们对县人 是有保护义务的 这照片的背景 不是很清楚 但看上去 有点像我家客厅 这符符是会 也很像本田 送给我爸的那幅 我提醒你 令尊 也和日本人有来往